新闻 股市 财业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昨天才好不容易上了一万点的台库 今天受到美国股市拉回的影响 今天万点又得而复失了 这一万点似乎就是非常不容易站稳 站了上去但是站不稳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去年跌破万点以来 台股几次重新回到万点 但是都是只有一天的行情 这一次是不是又同样的魔咒又在线了呢 当然明天就封关了 所以很重要的 还是要看国际市场的表现跟情况 今天台股中场是收跌81点 收9931点 这个万点昨天是最高来到 一万零二十点 收一万零一十三点 今天万点又没了 那今天的成交量只有880亿 下跌量说的格局 整体而言 今天的盘式是开低走低了 今天开低就69点 收跌81点 盘中最低的时候 曾经跌到过9893点 跌破过9900点 不过是有收一个下影线上来了 代表下档 跌到了五日线 十日线的支撑 还是有买盘接手 五日线在9927 刚好就是今天收盘的位置 十日线在9881 也就是今天低点所在的位置 所以五日线十日线这边 失职买盘还是有 所以这个多头的走势 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这个多头回档 就有均线的支撑作为保护 那明天封关了 所以这个行情要等到十一个交易日之后再战了 好那今天法人是卖超的 详细行情等一下跟听众朋友报告 美国股市为什么拉回 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企业财报数字出彩了 Caterpillar跟NVIDIA两家重量级公司 一个是传统产业的大公司 另外一个是半导体的大公司 两家公司的财报都出彩了 导致Caterpillar股价大跌9% NVIDIA盘中一度大跌18% 收盘跌了13% 所以使得美国费人半导体指数 拉回了2%之多了 纳萨克也跌了超过1% 道琼跌了0.84% 而使得今天亚洲股市 面临到比较沉重的卖压 毕竟也涨多了 连续五周的上升 中间回头的走势 好那等一下6点到7点 详细财经的消息 跟市场的分析 再帮朋友们做详尽的解读了 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二 生活与财富 我们有现场直播 今天我们有非常关键的话题 过年期间 大家可能会熬夜 看电视打麻将 打到最后眼貌惊心 那这个整个眼睛 就一片乌乌的 甚至黑掉了 怎么办呢 过年又没急诊 怎么办呢 过年要去医院看医生 很麻烦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保护你的眼睛 这个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真的切莫不可轻忽了 我们今天请到新竹国泰综合医院 眼科主任陈英山 陈主任在我们节目现场 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我现在已经换医院了 对 我知道啊 新竹啊 对啊 新竹的中国医药大学 新竹附射医院 我在打一瓶的屁股了 这个一瓶把这个我们的run down给打错 一瓶快过来 这个主任您现在换到新竹的中国医药大学 是是 ok 它有一个新的附射医院 现在是可以说是全国最新的医院了 对 那现在已经设备非常高档 介绍一下吧 哦 这个医院现在 新竹的中国医药大学 我们知道是在台中嘛 是 它的总院在台中 没有错啊 在中山那边嘛 那时候在附近嘛 对 它现在就新的在竹北的这个投钱溪旁边 盖了一个新的一个附射医院 叫新竹附射医院 中国医药大学的新竹附射医院 那要有什么科呢 除了眼科 它现在等于是以这个这个 急重症 新竹县的急重症 为主的一个非常大型的医院 而且它是里面非常非常高档 就像饭店式的管理啊 这个仪器设备呢 又是现在目前最新的仪器设备 全新的吗 全新的 12月15号才正式开幕 去年12月15号 对 所以我才去上班一个半月 好 所以主任现在去造福新竹的朋友了去了 没有啦 就是还是继续就是我在眼科方面的工作嘛 对啊 我知道啊 因为新竹那边有竹科啊 有工研院啊 有一大堆科技新贵啊 是没错 眼睛都很伤的 对 对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我们这个 因为我本身就是中国医药大学毕业的 那 你是中国医药大学 对对对 然后 回母校服务了 对 等于就是我们董事长呢是我的学长啊 哦 他呢 也很有这个这个这个新竹这一边的眼睛 这个很烂的这个概念 对 所以说这个董事长他也是说要全力要在这个竹北呢 要发展眼科 OK 那就说我们知道说真的竹北等于是台湾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像一个心脏一样的 有这个园区嘛 对啊 啊可是这个园区呢其实呢大家 大家所有的这些博士啦这些研究生啦这个这个科学家 他们除了爆肝以外 其实那个爆眼睛 眼睛爆得才凶呢 眼睛爆得更凶 对那眼睛爆胸以后新竹人有个特色 就是说你跟他讲说 哎 你眼睛要保养哦 因为你眼睛很烂 对 新竹人都听得进去 他们都知道说 嗯 我眼睛真的是常常在用眼睛很烂 这个工程师啊 那些高阶主管如果眼睛不行的话 他就废掉了 真的 就废掉了 所以说那眼睛等于他们赚钱的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说你可以从新竹这个地方 其实你也可以探究出说 其实我们台湾将来 如果说大家这个每个 因为大家这个园区哦 现在很多嘛 台北也有内科 对啊 这个台中台南高雄 这样一路下去 其实我们这样子整个变一个科技岛以后 未来将来整个台湾 对 这个眼睛都会真的会爆烂 好 这个眼睛的问题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高龄化 以及现在目前的科技化 这个带来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现在牙科生意很好 第二个眼科生意很好 第三个骨科生意很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谈眼睛的问题 那当然主任之前是在国泰医院嘛 我去看过主任的诊 哇这人山人海啊 排队的不得了 好 这个主任很热门 现在到新竹去造福新竹地区的朋友 但整个新竹地区啊 有很多的高科技的这些朋友啊 都有眼睛的问题 但我们今天不只是针对高科技了 我们针对现在目前啊 整个眼睛的问题啊 来跟听众朋友谈啊 好 那主任这个过年期间啊 过去您在医院的经验 过年期间比较多的眼睛的问题是什么 对就几种了 麻将打太多 对没错 麻将打太多 我有碰过就是打麻将啊 半夜打麻将打到第二天眼睛瞎掉的 啊 整个看不到 打到这么严重了 对就一直打一直打 大概就是那个人啊 我印象里面那个那个病人就是说 打麻将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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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血压又高 然后呢晚上啊 守睡 然后呢又喝酒 然后呢打的时候非常兴奋 然后哇到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 其实熬夜熬到三四点以后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一个眼睛黑掉了 都看不见 那一发现怎么样 里面怎么样 血管塞住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 就是就是大家要出去玩啊 或者说是在家里面 其实你都是都是大家都是看什么 看平板看电脑看手机 就一直一直看 然后尤其怎么样呢 尤其哦 现在大家在台湾有流行怎么样 用line来拜年 回不完呢 可能几百通 哦不止哦 我看有的人哦 这个就是这个机械式的拜年 现在尤其那个line哦 那个一按哦 他你就一直按下去 就后来变机械式的 对啊 那个回信 群组嘛 他一发就很多人 对啊 少骗所有 是啊 就哦 那个几千通 你知道吗 我有看到这样病人哦 这个后来来看门诊的时候说 眼睛眼睛很酸很脏很不舒服的 现在这种人 也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流行病了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就是说你在过年期间的话 什么 因为尤其这几天天气一冷 哇 那你又去洗什么 洗洗这个温泉啊 这个这个这个 眼睛会爆掉吗 哦眼睛也是哦 我们临床上也是有看到说 哎 他本身有黄斑的状况 啊结果呢 就是去那边洗三温暖 哇 洗的热热烫烫的 结果呢 第二天早上 这个起床刷牙漱口的时候 怎么一看 咦 怎么搞的 那个镜子里面 因为我们刷牙漱口都看镜子啊 镜子里面怎么 就是我那个脸看不到 结果我这个刷牙的时候 怎么 吐那个牙膏的时候 怎么 哎 就是牙膏看不到 最后一看了 哦 正宗黄斑出血 哇 正宗就是 就是想看什么 看不到什么 牙膏看不到 脸看不到 但是其他地方看得到 看得到 没错 就是病人来也是这样讲 好 好 这真的是很麻烦 还有就是另外一种 被冲天炮射到眼睛 哦 对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小时候放冲天炮 我们就 同梯的朋友在旁边 就被冲天炮 直接打到眼睛 送医院急诊 现在 很严重 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仙女棒 仙女棒 摔到眼睛 对 仙女棒 噴到眼睛 对就这样 好漂亮 好漂亮 然后就 就哇 好 中标 OK 好 那这样子 眼病 就是在过年期间 就特别麻烦 因为这样子 因为一般门诊没开 只好送急诊 急诊也不见得 眼科医师一定会在诊间 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听众朋友 一开始先提醒大家 这过年九天 大家好好保养眼睛 如果要放炮的话 最好是戴个护目镜 对不对 仙女棒 这些 离远一点 打麻将 不要打超过11点 休息一下 看手机回来 似可而止 大概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免得早上起床刷牙 看到镜子里面自己没头 其他地方都有 没有头 这很恐怖 那昨天 现在的眼病是有年轻化的情况 对不对 对 现在真的是眼科 为什么眼科生意越来越好 因为我每次 我每次到园区 去给公园院演讲的时候 我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是 跟他们举个功 就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捧场 不是 就说谢谢各位 你们越爆肝 然后你们发明了这个面板 这个 手机什么的 面板荧幕啊 你发明的越好越多 我们声音越好 OK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 就是说其实呢 在 在 在这个 在这个现代人呢 在21世纪呢 其实已经跟20世纪呢 他的眼并不一样了 OK 那怎么讲呢 今天主任有带来图版 所以听众朋友 赶快上网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 主任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了眼睛的构造 好我们今天有现场直播 上我们news98官方粉丝团 你可以看到直播 好我们陈主任 陈主任 这个 对我们说20世纪有什么眼病 20世纪的眼病 就是一个叫电脑视觉症候群 OK 就是说电脑 然后呢 跟视觉有关的一个症候群 可是21世纪哦 哇摩登了 开始呢 就说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这个电脑而已 你现在已经平板跟手机 平板跟手机怎么样 你已经不是像以前打电话咯 伤耳朵 伤嘴巴 你现在不是哦 你现在是什么 伤你的手指头 然后伤眼睛 OK 眼睛怎么 光线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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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这样一直射的时候 怎么办 你可以看到说怎么样 这个这个平 这个手机 手机光线这样一射进去的时候 怎么样 哎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瞳孔 这个一开我们眼睛这边进来 第一个是水晶体嘛 对对对对 水晶体就是 这个瞳孔算是窗户啦 对 啊窗户后面呢 你当然窗户后面会多挡一个玻璃嘛 这视网膜 不是 这是水晶体 OK 水晶体就挡 挡这个 等于是玻璃上面的玻璃窗就对了 所以第一道是瞳孔 对这个瞳孔 这有个洞 这有个洞 啊瞳孔上面就是玻璃 玻璃就让你挡光 光线射到瞳孔进去的话 这一个的话 它会帮你吸收掉 你的外面光线的紫外光跟蓝光 那我们知道说手机怎么样 手机就是LED嘛 LED的话蓝光强嘛 然后呢 光线在进去的时候怎么样 咦 射进去的话 就射到这个东西叫做玻璃体 玻璃体最后面 在视网膜上面有个黄黄的 这个叫黄斑布 光线一直射到黄斑布的话 就会射到黄斑布的一个伤害 那你手机靠近眼睛的时候怎么样呢 你的对焦就要靠你眼睛的肉 叫做结状肌 那这个肉让你对焦 所以久了以后怎么样 你的肉怎么样 也是像跑马拉松一样 所以就对不了焦了是不是 就对不了焦 所以你的视线就会模糊就是了 对因为没有办法focus嘛 没有办法聚焦了 然后后来小孩子就变假性近视 OK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 就是小孩子呢 假性近视呢 就是在在这个放假呢 你只要超过一个月 大概就是就是增加100度 OK 然后呢 久了以后怎么样 他就会会会年纪大的时候呢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老花 OK 那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 就变成说您刚刚讲的说 什么年轻化 其实呢 还不只年轻化 对 现在变假性近视成人化 假性近视 我们一般以前假性近视都只有小孩子嘛 是啊 现在连成人都有了 现在我也看到45岁的假性近视 OK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老花眼 对 年轻化 那真的 就是老花眼年轻化 一般一般 主任一般老花眼几岁会老花眼 40岁 我大概 我的经验是 我第一次发现我老花眼的时候 是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 吃到鼻孔 不是 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我 我看我碗里面的饭 我看我的碗里面的饭 那个饭粒啊 就没有一颗一颗那么分明了 它就变成是一团糊糊的了 那没关系吧 我们都是不是都吃饭的 对啊 但是 但是当时我就很惊讶 因为我以前都可以看碗里面的饭 看得很清楚 我就发现 奇怪 我的碗里的饭怎么是一团糊糊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了 我再揉一揉我眼睛还是糊糊的 我老花了 那时候突然感觉 一阵心情的沉重 你知道吗 因为我想说 我终于到这个老花的年纪了 阮兄 那大概 大概是45岁左右 你有没有把钱拿出来 数一数看 说你看钱的时候 会不会500看成1000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500跟1000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还好 那没关系 饭看不到没关系 我那时候不认识你 那个老花 老花眼能治疗吗 老花眼 其实你现在吃叶黄 虾红素 OK 我其实吃虾红素 会感觉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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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好一些 对 老花眼 那你现在都是硬撑着要看 对 好 我们大家都是硬撑要看 你就不要 吃什么我们等一下讲 我们先把这个构造讲清楚 所以听到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主任讲的 这个眼睛的构造 这个就是 每一个部分出问题 都会影响到你的视力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 你刚讲韧带出问题 没办法对焦 对没办法对焦 然后黄斑布出问题的话 可能眼睛会 就正中间看不到 黑掉 黑掉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水晶体 这是最麻烦的 OK 这个水晶体 就全面这个 玻璃窗上面的玻璃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玻璃窗上面的玻璃 就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帮你吸收紫外光 帮你吸收蓝光 那后来就变成白内障 我们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什么 高中生啊 大学生啊 已经有白内障 那这种白内障不严重 那可是 它会让你的 这个对比敏感变得很差 就说 你去厌光还是1.0 现在这种病人越来越多 就说 你来看的时候 他说 我到眼镜行去看 配眼镜 我 他给我派到1.0 度数配的对 可是我就是不满意啊 我就是觉得前面呜呜的 好像PM2.5 那当然 有可能真的PM2.5 年轻人有可能有早发性白内障 我们来看 主任有帮我们准备一张图 有 来主任 我们把这个图翻过来 早发性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有直播啊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图板 有关眼睛的部分 这个灵魂之窗 大家一定要注意 早发性白内障是怎么回事 您刚刚讲说 水晶体会出现问题 会变成早发性白内障 对 所谓早发性就变成 我们一般以前讲 白内障是老人家 早发性就年轻人 年轻人 提早发生的白内障 主任帮我们详细解释 好 那就是说 你的水晶体是一个蛋白质 那蛋白质 我们好像早上出门 要吃饭的时候 打一颗蛋 旁边蛋白是不是透明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只要火 火一开怎么样 一二三 马上那个蛋白透明的 马上就变白色的 所以说 蛋白质的东西 它本来透明的 你给它热 或者给它电磁波 反正就是说 它蛋白质一变性 它就会变成浑浊 所以浑浊的水晶体 我们的学名就叫白内障 那所以说你现在 就变成那个蛋煮熟了 对 那个蛋煮熟 当然不会像蛋煮熟 走那么快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你可能是煮个五年十年 慢慢熟 可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差 那个感觉的话 他就说我就是视力不满意 我就是没有看到 我就是看到一点零 可是我就是觉得霧霧的 好像在看毛玻璃 就像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是个高中生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准备的图板 听众朋友可以上网看 我们这个有现场的 这个病人的图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水晶体 水晶体就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仔细看 正中间是不是有一个 灰灰白白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你光线从这张射到这个水晶体 然后射到盐底去嘛 射到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 真的就被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电磁波啦 那些其他的热啦 就是怎样 就就就变性了 蛋白质变性了 主任我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嘛 对啊 你你你我上次去 你你帮你帮我看诊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一点 早发性白那张 我你你现在大概不是算早发 哈哈哈哈哈哈 除了你满你满很毒的哦 你讲话满很毒的 正常年龄 一般白内障几岁会发生呢 就是不是早发的话 对ensive 你这是老外的话 大的就是一百个人 里面的话 大概九十五个人 都是55岁60岁才开始有白内障 你台湾我们台湾之光 就是说我们有早发现白内障 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还不错 就是说现在也是造成健保局 很大的困扰 怎么说 因为现在健保局有规定 就是说因为你白内障 有健保几部可以开刀 对不对 换水晶体 换水晶体 可是你也不能够 从中进来就换水晶体 所以现在健保局 对于55岁以下 要开白内障的 其实他都要做 这个健保的审查 看看说你这个程度上 是不是适合开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paperwork要在健保局做 那统计之下 我们真的开白内障 100个里面有15个左右 是真的就是跟国外不一样 是年轻开的白内障 有30几岁的 有40几岁的 有50岁的 都是因为3C产品用太多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他有其他的 例如说你看电脑 看久了 你度数加深 度数加深 你只要近视超过800度的话 其实你就算病理性的近视 病理性近视 就是有病的近视 什么病呢 老病 OK 近视800度 这个软胜 我没有 我150 150 还没到那么严重 对不起 我好像都在 都在 都在找你的 麻烦 没关系 我当你的白老鼠 对不起 我没有 我们刚刚讲了 对 这个病理性的近视 病理性近视 也是台湾 全世界第一名的 所以我们早发现 白那张跟病理性近视 都是全世界第一名 不是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病理性近视 就是说你这个 远远过度 到最后面 怎么近视越来越加深 从国中高中 一路到大学 就近视加深到800度以上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 五分之二的病人 都600度以上的近视 了解 那800度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像这种叫做 病理性近视 它的就是一个叫老病 就眼睛老了 也就是说我们眼科医生 我们看一个病人 年轻还是老 我们不是看年龄 一个800度近视的人 20岁 跟一个200度近视的人 80岁 我们来比较的话 你800度近视的人 20岁 不会比200度近视 80岁的人 眼睛来的健康 好 了解 所以近视度数越高 代表他的眼睛年龄越老 对 没有错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很多眼睛 要解密的地方 要请我们陈寅三主人 来告诉我们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新竹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的眼科部主任 陈寅三 陈医师 其实陈医师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 不过那时候陈医师是在国泰医院服务 眼科部主任 那现在目前回到母校去造福新竹地区的朋友了 我刚问主任说 这个新开医院有几床 主任跟我讲说799床 799床医院不小了 这个算是很有规模的医院 好 那刚刚主任讲到说眼睛的白内障的问题 其实就是水晶体变浑浊了嘛 那水晶体变浑浊了 对我们刚才还没有讲完 就是说这个杜树生的人 其实眼睛老 眼睛老 你想想看眼睛老的人 就是老病嘛 老病的话第一名就一定白内障 第二名青光眼 第三名黄斑的病变 第四名的话是四神经 第五名就是飞纹症 就是说老病 就是说眼睛都是老病 那他的老病就会来 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说 你说老病就是因为年纪大了 这些病就会来了 你就说你就是白内障的话 就是挡不了这个光嘛 挡不了光 那你三十岁的人 他可以挡得了光 可是三十岁八百度以上的人 他挡不了光 他就一直射到这边 就是水晶体就是射坏了嘛 就射成白内障了嘛 所以说我们的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讲说 就是早发白内障 跟这个高度近视 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啦 那这个应该这样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就高度近视有可能 并发早发白内障 对有可能 对那当然你手机看得多 平板看得多 要追剧啦什么的 你每天这样几个钟头 这样子一用的话 大家手机拿起来 你有没有觉得说 手机一打开的时候 那个你知道 你只要把旁边的灯关掉 哇那手机好像手电筒 在那边照 好可怕 那可是你你手电筒 你不会照自己眼睛嘛 对不对 照一下照一秒钟 你眼睛就花了 你不只会花哦 你太太还会把你拖起来 想要叫你去看精神科啊 对不对 可是你手机的话 哇跟你跟太太两个人 就是大家拼命看了 你看我的我看你 我看到什么有趣的床给你 你床也床给我 增加这个夫妻的情趣 对不对 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最后面怎么样 就这样一直烧一直烧 烧到最后面就是什么 肝眼症也来了 然后越烧越模糊 然后越烧什么 老花就越来越厉害 然后后来就 黄斑病变 那我们这里 又给各位找了一个 现代人的常见的病 就是黄斑病变 叫做 这个真的很麻烦 因为你不是只有看手机 你还有电视 还有 对对 平板 这些东西都是发光体 都是在烧你眼睛 对都在发光 你又看书的话 倒是OK的 好 黄斑病变 对你看到这边 这边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状况 蛮好玩的 你看不好玩 不能讲说好玩 对 那个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是正常的神经 这是正常的血管 那你看这是神经 这是血管 大家看到这两个 这叫黄斑 正常的黄斑 这边有很多叶黄素 那可是你看看这一个病人 这好像上面连了一个灰灰 好像鼻涕一样的 这个叫做上膜 什么叫上膜的意思呢 就是黄斑呢 我们刚刚讲说黄斑呢 其实光线一直射进来的时候呢 都是射黄斑嘛 黄斑一件事是射到最后面怎么样 发炎 水肿 后来怎么样 后来就那些水肿的东西呢 后来硬化以后呢 就长一个膜 水肿硬化之后会长膜 对 等于说在黄斑布上面 它会出现一层膜 对 那个膜现在很常见的这个病 真的 我们现在可以 那我可以把这个膜刮掉吗 可以 手术可以刮掉 所以可以刮掉 可是你就要手术 手术的话 现在变为创手术 那当然 手术时间的话 大概一个钟头 不过 通常我们会希望说 你自己要保养啦 你不保养的话 手术是后事 等到手术的时候 你手术完 不是代表它不会再长 所以说你自己 因为眼睛 就是这一块黄斑呢 光线这样子射的时候呢 身体里面 氧化压力最大的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最容易产生 过氧化反应的 第一名的地方 就是这个黄斑 就是你一直光线一直射啦 能量一直过来 能量一直过来 所以说你身体的很多 很多这个地方呢 都没有像这个地方呢 那么样的受到 热量能量的一些攻击 了解 那可是你不受这个攻击也不行 因为你要 你要让大脑产生影像 那怎么 你就要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 它也有一个东西在保护它 就是水晶体 那水晶体帮你挡的时候呢 它又变白内障 你知道吗 你好了 你说我注意这个白内障 光线一直射进来 你射到黄斑 你整天又吃汉堡 不吃蔬菜的话 你的黄斑的叶黄素怎么样 不够 就不够 不够的话怎么样 你挡不了光 那个地方 氧化压力身体第一名高的地方 然后呢 它就是光线一只射一只罩 以后它水一肿 肿起来以后怎么样 后来肿的东西呢 水液体呢 变成硬化的时候呢 长一个膜 长一个膜以后呢 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有很多 长这个膜的人呢 它视力还1.0 那你说 它视力1.0 有什么了不起 那就跟正常人一样啦 不一样 它的视觉的品质呢 比较暗 东西看起来呢 会有扭曲 这个一呢 看成 好像看成二 对不对 就直线会歪斜 对对对 会有歪斜 就是好像 好像一千块 就看成两千块 耶还不错 这个总统 那个蒋公看成国父 对啊 就是会 会那个影像就怪 那个真的是 因为你每天早上醒过来 甚至于你半夜 醒过来尿尿 你都要用眼睛啦 对啊 你都要用眼睛 所以你随时随地 除了睡觉 闭眼睛以外 你眼睛张开的 都要用眼睛 然后你随时看到东西 都这样斜歪歪的 或者说暗暗的 一个眼睛就暗暗的 不清楚 很辛苦 好 所以说这个强光 是我们眼睛 最危害的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眼睛 没有办法直视太阳 因为它这个光太强 它等于说 用很高的光线 跟热度 去伤害你的水晶体 跟黄斑部 可是如果说 你黄斑部里面 叶黄素够 它还可以抵挡 可是如果你叶黄素不够 你又不吃青菜 你就多吃那些 垃圾食物的话 你叶黄素不够 你黄斑部就烤焦了 烤焦就生魔了 所以现在 现代人很好玩 现在很多人就来抱怨说 怕光 怕光分两种 一种是 你眼睛不眨的时候 他这个眼睛的 前面的这个角膜 干眼症会怕光 可是大家忘记 还有一种怕光 叫做黄斑部怕光 什么叫黄斑部怕光呢 我们给各位再看一个这个图 好 我们再换一张图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张这个图 好 主任这个图是什么图呢 你看到 就是说 我想大家会看 神经 血管 黄斑 这是个很漂亮的黄斑 这个黄斑 是正常的 正常的黄斑 他叶黄素的量足够的时候呢 他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颜色 深深的 淡淡黄黄的 好 那因为他叶黄素够 OK 好 那你看到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病人的眼睛 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一个高度近视的 眼睛已经很老了 然后呢 你看他整个黄斑 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颜色 是不是跟这个东西差很多 主任这个我们去眼科 看诊的时候 就能看到了吗 可以看到 眼科医师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用仪器就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眼睛没有骨质流失 但是眼睛有叶黄素流失 所以等于说叶黄素 就是我们的骨本就对了 等于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 所以说这个今天来这边 上节目 就骨本的意思 对 没错 骨质疏松了 等于眼睛骨质疏松 对 等于是说你这个地方 没有叶黄素的话 你会表现的怕光 所以说你叶黄素够 你每天吃绿色蔬菜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 你会觉得说你那个怕光的状况会改善 所以我每次去吃外面 我一定点一盘地瓜叶 对 虽然地瓜叶不好吃 大家都知道地瓜叶很粗糙嘛 但是我还是忍痛把它吞下去 我以前小时候 我以前小时候 只好我妈妈只要炒绿色的菜出来 我弟就会问我妈妈妈 我今天做错什么事 越来越老的 半天都说我吃绿色蔬菜 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 所以啊 很重要 我就跟健光讲啊 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广播也要直播嘛 我就跟健光讲说 那个直播 我们那个灯很亮 你知道 每一次直播完 我眼睛很不舒服 我们健光很好心 帮我们弄了一个 那个色片 所以现在好多了 柔和多了 所以今天上了主任的课就知道 说眼睛真的不能一直被强光射啊 射了你水晶土 水晶体模糊 白内障 然后黄斑布又病变 哇那真的很惨 我现在真的在统计呢 现在有一个叫做网红病 网红 天天直播 对 管长 管长听一下 管长 管长你小心 真的啊 你小心黄斑布病变 他那个 他那个光线 这样子就是他们 那个 这个我像你 你每天这样子上节目 我看你 不过我 好像你比较会 看着那个面板嘛 就是说你不要 不要这样 我眼睛都会尽量 不要去看到那个光线 对啊 那五六张 强光呢 哦 那个那个光线很强 对啊 所以常上电视的人 眼睛都不好啊 所以现在也是有一种隐形眼镜 它有防蓝的啦 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 隐形眼镜防蓝 也可以做到这一样子 镜片也有一般 镜片也有防蓝光镜片 是啊 可是就说 女主持人可能比较 他们比较不想戴眼镜 对啊 为了美啊 那我们是没差啦 反正我们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戴不戴眼镜都 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眼睛的病变 等一下请主任把我们揭秘哦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生活与财富单元 很高兴再次请到 新竹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的眼科部主任 陈寅山陈医师啊 陈医师其实也有 写好几本眼睛的书嘛 上次来就是介绍 您那个三西眼那本书 对不对 这个主任有感于现在社会啊 大家眼睛越来越糟啊 这是被这些强光所害啊 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保养眼睛啊 好那主任我们刚谈到了这个黄斑部病变的问题啊 您是不是还要再深入跟我们来谈一下呢 对黄斑部这一块啊 你看我们看这个图啊 好我们这边有直播 听众没有 对不起啊 我们直播不是要让你伤害眼睛啊 直播是要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的图片啊 你看这是正常黄斑嘛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啊 这个病人啊 这个病人他的主述的话 就是过年期间跑去洗三温暖 就你刚刚讲那个case 就洗三温暖 洗三温暖 他是我黄斑部病变的病人 然后呢 他已经治疗好了 三年没有事 三年没有事 后来三年后呢 又跑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 这是他黄斑结疤的地方 然后呢 你看他旁边有红红的一块 又出血了 是冲血的问题 又出血了 又出血 又就爆血了 是眼睛的血管 因为三温暖太热了 爆掉了是不是 是 就说 哇 这我要注意 因为我也蛮常洗三温暖 对 洗到脸红脖子出的时候 就要出来 对啊 你又开始脸要红了哦 你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脸红脖子出的时候 你那个血 你这个血 整个都脸 整个都是血 那整个都是血的话 因为他那个血路 从心脏 打到脑呢 刚好好像是从台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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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速公路呢 也是到台北嘛 到台北的时候呢 他有个交流道呢 会从新竹出去 所以说 你这一上来的时候呢 你只要 这一冲血的时候 怎么样 你整个高速路上 全部都是血 过年假 大家都要回去 都要一直冲血 冲血 你整个高速公路不通 不通的时候怎么样 他当然是从什么 从这个交流道下去嘛 那 新竹的交流道 是第一个交流道 又是最细的交流道 都到眼睛的这个血管 是最细 而且是上来的血管 第一个 眼睛的微血管 对 就破掉了 就 他就赶快想要下去 他是血想要下去 一下去的时候呢 就不巧 他的血管太细 就第一个爆 那这样高血压的人 也有可能会发生啊 会 高血压的人 也有可能会爆炎 我最近这几个 最近就是也是啊 这新竹这边 就吃这个姜母鸭啦 那个麻油鸡啦 那个羊肉炉啦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鸳鸯锅啦 什么的 那个真的是好吃啊 结果就 我高血压 有的人来就是造成 眼中风 眼梗 就扑一下子 整个眼睛就 好像关窗帘 窗帘关起来 就一下子黑掉了 就整个看不到 那我有病人跟我讲说 哎呀 关窗帘没什么了不起啦 我那个关窗帘 窗帘关起来以后 几分钟以后 窗帘又打开了 有这种事吗 有哦 一百个里面 会有九十九个 会有这种事 可是呢 我就跟病人讲说 你一百个里面 你只要有一次 窗帘关起来以后 那打不开 那你就中风了 所以眼中风 百分之九十九 他会自然恢复 就是 那就不叫眼中风 就是说 他那时候什么 胆固醇啊 三酸甘油脂啊 就是 就是 就塞到我们的 那个眼睛血管 因为我们知道说 眼睛血管 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条分支 又最细的分支 然后呢 哦 油油黄黄的 然后这个 那个就冲的 那个血管里面 啊 可是呢 这个 如果说 他后面的血呢 他 那个冲力够的话 然后他又又又又又吸收掉的话 诶 你就又会看得到 了解 了解 可是呢 难保哪一次呢 诶 他就冲不掉了 好 就塞住 所以听众朋友 你如果突然一下眼睛看不到的话 你 你不要轻忽哦 不要说 诶 过一会儿 那个一定要看哦 你不要轻忽哦 因为 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难保哪一次 你就看不到 对 对 你就瞎掉了 对 就是说因为眼睛是算作身体血管功能的台语叫爆马仔 爆马仔 爆马仔 就是找发掘的地方 对对对 就好像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说 好像你一个房间里面有那个什么烟雾侦测器 眼睛就是那个侦测器 了解 那个灰上来的时候 诶 发现了赶快 你就赶快 赶快这个水下去给它灭掉 那你眼睛的话 因为他有自己有这个视觉功能 诶 诶 那那个那个那个你要你要这个爆血管 要血管要塞了 诶 眼睛就会 诶 关窗里关窗里关窗里关起来 诶 过一下 诶 打开了 诶 诶 我有啊 我是 我一个小学同学啊 他就这样子 他 我们那时候在写书的时候 诶 他从我这边得到有很多的医学尝试 诶 就有一次 他老公呢 也跟他讲说诶 我最近也是哦 那个那个眼睛哦一下黑掉 然后又好了怎么样了 诶 有有有有的人就说你看我体质不错 我可以自然恢复 身体很好 对 结果哦 我那个同学马上就把他老公抓到医院去里面去检查 真的 后来出来的时候做了三根支架 哦 所以 哦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眼睛如果突然关窗帘的话 小心是中风的前兆 没错 对不对 暴马仔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眼睛是我们人体最脆弱的血管嘛 对 所以如果一旦你血压太高 你血管有可能爆掉的话 眼睛会先爆掉 对 啊就是说让你赶快说 你眼睛爆掉不会注ICU嘛 哦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眼睛有问题哦 有可能血管的问题哦 这个出血你要小心中风哦 是 对不对 我们临床上有看到就是说 眼睛只要这个血管塞住的时候 其实呢 五年之内会有四分之一的人就脑中风了 哦这么多 这个比例很高 比例很高 25% 对 对就是他不管他啦 哦啊没关系啊 我身体好 我眼睛而已又不是怎么样 外表看不出来对对对对啊没关系啊 这个这个就哎四分之一 哇这这太重要因为你脑袋一旦血管塞住中风有可能会 是啊 所以我常跟病人讲说你脑袋一颗心脏一颗 你眼睛有两颗 所以你不要大意你不要有眼睛有两颗啊放着没关系 可是你就说给你一个警讯啊老天爷其实哦我对这种人的话我都跟他讲说你要一折以洗一折以拒那这那被人讲说啊陈医师啊你是不是讽刺我什么叫做一折以洗你叫我跟我讲说眼睛已经已经塞住了你还叫我洗洗什么 我说洗的是说你平常有有有有做功德老天爷只是说他不讲话他用这个东西来警告你 就眼睛还可以治但是如果你是心脏挂掉你头挂掉的话你就治不了了就拜拜了就去见佛祖去了 好那陈医师您刚刚谈到说我们保养眼睛要多吃一些绿色深绿色的蔬菜嘛您刚也谈到虾红素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补叶黄素吗 没有它是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呢我现在跟病人讲的就是我们如果要保养眼睛我们要多吃什么比如说我知道维生素A嘛对不对还有还有什么 没有维生素A它是让你眼睛较轻较轻较看得比较亮 对但是它不能保养眼睛好那保养是什么呢每天早上起来吃一颗蛋蛋白质它蛋黄里面就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细这是最好的每天早上起来就吃一颗蛋 蒸蛋水煮蛋哦那个那个那个荷包蛋蛋都可以有蛋花汤哦然后每天吃一盘绿色蔬菜OK那为什么要吃绿色蔬菜绿色的植物是 对光线最有经验的植物对啊对啊它在太阳之下面呢它能够怎么样直挺挺的一百年两百年它不用找树荫 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样绿色的蔬菜它有叶绿素叶绿素旁边就有叶黄素所以你吃绿色蔬菜绝对没错第三个就是说你每天就吃一盘黄色水果黄西瓜黄柳丁黄香蕉黄奇异果 其实黄色的水果它上面都有很多的叶黄素OK好那您刚讲虾红素是主要是吃什么哦对我们现在在三西时代呢这个虾红素呢就是要居它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地位啦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在在21世纪呢你这个防这个光线的话你光线呢会让你的肌肉 甲性近似啦老花啦都是这个肉那虾红素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台湾像这个樱花虾啦这个螃蟹啦其实呢你可以看到鲑鱼 因为我们煮虾子的时候汤就会红红的嘛对那个就是虾红素对对啊然后呢虾红素的话它抗氧化力是最强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眼睛是氧化压力最大的地方虾红素抗氧化的力量最强然后呢它到身体 里面以后呢它会跑到肉它很习惯跑到肉其实在国外啊你要什么去跑慢跑啦做复健啦其实他们都是吃虾红素虾红素很好那对眼睛的话就是对结状肌好对让你老花改善让你这个甲性近似改善可以对焦就对了对OK是因为刚刚主任有讲说我们眼睛要对焦其实要靠结状肌嘛是结状肌如果老化了那个没有弹性了我们就对不了焦了对好 哇今天学到非常多啊今天主任还有好几个板子没讲完下次主任再来吧还有高中生半夜滑手机眼睛就瞎掉了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半夜滑手机我们今天这部分也讲不到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请陈寅山主任这个新竹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眼科部主任陈寅山主任来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